今天來到清潭宴 上次有一個釣友跟我買大麥蟲的時候 說他在這一段賴區用大麥蟲釣到兩條扇魚 所以我想說我下次有空我要來看看 去屋來釣魚的時候下來回程 順便繞來這邊釣一個小時 結果今天下午剛好有空 現在12點多 我就直接過來釣這一段 釣這一段這樣 這樣半天應該夠了 然後最主要是想看看那裡 那裡到底有沒有 九斑會不會很多 因為河道被改成這樣之後 魚會往這邊游 游到這裡氧氣最多的地方 所以這邊魚應該很多 等一下我們還是往回走 然後往那下坡下去 去到那邊走路下去 很好走啦 車子都可以停啊 這邊車子都可以停 應該不是私人的地 從這邊下來或是從那裡下來走過來 然後往下走就到了 旁邊有很多樹枝耶 改天的可以烤肉 什麼東西呢 這邊烤肉不成問題 秋天可以烤肉 秋天不怕曬太陽 先看看後面這一段其實蠻大蠻深的 在上面看小小的一條 下面看就蠻大的 這一段 應該有那種怪物住在這邊 以前聽說歐流很多 到這邊看之後水覺得太強了 在上面看小小一個 在下面看 喔 這一石就還不錯 這兩個石頭後面吧 那裡可能還要技術控制一下 不過就想看看 這個白炮區這一段 到底有沒有魚啊 看起來是不錯喔 準備一下吧 我走到上面來之後啊 看到上面這一石啊 這個應該是不能釣吧 不然怎麼沒人在釣 那一石很深很漂亮 啊這種肉上條這種溝啊 我不敢 我不太敢釣耶 因為它下面有 應該會有那種 這種鋼心 那種的有嗎 那下去 一樓的鋼心 應該整個都剩下了 而且這種 這種地方釣的話 現主可能要綁很多 還是釣下面剛剛那裡好了 大概十二點半而已 還有很長的時間可以釣 可以釣到五點多 大概可以釣 四個小時吧 因為也沒有要烤肉 所以時間應該很夠 釣耳一樣用盖麥蟲 我就走到哪裡都想要用盖麥蟲 試一下 不行再說吧 不過只有帶帶麥蟲 不行我就 釣不練了 好啦 趕快開始吧 稍微釣了一下 覺得魚好像小隻很多耶 小西哥很會亂 啊小黑蚊更多 喔這邊小黑蚊超多的 跟青潭溪太靠近了 在這邊啊 嗯 就把人弄這款水吃的 弄這款耶 那剛剛下了一陣雨喔 稍微鎖了一下 那後面那裡都可以鎖魚 那管子裡面也可以鎖魚 然後 覺得這邊不怎麼吃啊 不想釣了 去青潭溪釣好了 要沒幾隻 魚也不大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拍到 去青潭溪釣好了 現在還沒三點 其實我剛剛本來是想回家的 不想釣了 可是外面又在下雨 我就又來 來青潭溪這個橋下面 邊躲雨邊釣一下好了 現在才三點多而已 現在水已經很淺了 而且旁邊樹都長 亂長一通 丟 小吃的的 現在地形都跟以前不一樣 這邊多了一匙比較深的 這邊酒班應該很多 喔喔 喔 吃得很香耶 欸欸欸 酒班也不會釣 今天是來水淺 其實大麥蟲笑好吃 不含了 太順了 開一匙到這 這邊又看著魚跳進來 烏烏跳進來 去喔 喔 吃嘛 喔喔 抓釣房子 上面有树啊,不好拉 其实掉这个点是要在下面去掉 所以站在皮房上面 这样上面不好收干 太咬了 太久没来清潭市了 这个酒吧还是很同场 一直丢一直丢 掉了一个小时吧,掉上面那一小段 哦,超咬的 趴下去,趴下去 不过体型还好啦 放一放吧 后面那个半小时掉这边 哦,更咬 全部都趴下去 今天竟然是在飘洋 现在大概五点了,我本来没有要拍 再掉两下我就要回去了 结果在这段掉到一只苦花 这边第一次在这一段掉到苦花 上面有掉过 可是这么下面还是第一次 而且最近没有出水 拍一下 拍一下,哼 这苦花没什么力耶 很奇怪 好啦,再摸两下我要走了 今天真的是很咬 今天真的是很咬 趴下去就走 我大概三点多 现在都要五点 掉不到两个小时 丢 哦 哦,我移动了耶 哇 又是苦花吧 靠腰好像真的是苦花 啊,我穿过围耶 看到了 今天是苦花 我扶两个苦花 哇 哇 哇,怎么会这么好看 这边干大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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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哩哩 真的是黃金子鑽耶 火鍵啦 咬到 第一次在這邊釣到 而且是連種兩隻苦花耶 這舊橋下面 這水那麼淺那麼髒 重重重 大概三點出頭到這裡 然後現在五點出頭 釣了大概兩個小時 整整兩個小時吧 然後 五點的時候那一段 超咬的 兩個小時而已 哇還有兩隻苦花 我說我這邊很早在這裡釣苦花 上油一點油 這兩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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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金潭溪的苦花 好 夾粗呢 好了 放放了 而且 而且我今天都穿了布斜掉 都沒有滷水 兩個小時這樣耶 喔 我爪子要摳蝦 好 來回來了 天的蝦啊 多久 我們就買了 好 那你就沒去過 一趟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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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